來瞭解一下這個世柱命局 這個八字的命理學 它的一個基本的命盤結構是什麼 我們大概只要看到屬於這樣的一個命盤結構 它就是屬於世柱命局 我們更清楚明白的看到 年、月、日、時 所以有所謂的四個天干地支出來 然後最重要的特色是你可以看到 在日的這個地方 會出現一個叫命主 或是叫日主 或是叫日元 反正它名詞很多 但都是類似 或是叫本命元神 那我們清楚明白的看到 在命主下面的這一個 甲於緣町誤己更新任貴的十個天干 譬如說這個命局 命主下面是不是乙亥 所以是不是乙 有沒有 我們剛才都談到了十個最基本的物性元素 代表它的本命元神 那這個人 他的五行就是屬於叫乙目 那乙目像小草小花這種柔弱的個性 對於環境適應能力很強的特色 就是什麼 就是他的本性 這樣了解了嗎 那我們再來看 心術 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才談的叫財官應比節十三 是不是有出現在這幾個心術上 那一樣沒有第十一個心術 就是財官應比節十三 就這十個 對有沒有看到正官了 有沒有看到正財 再來偏應偏應正應比肩 好 這個地方 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在看 電腦幫我們打出來這個密盤 上面的心術 一定都只是一個 不會寫出兩個 可是下面的心術就很奇怪了 你會發現 有的會有一個 有的會寫兩個 有的會寫三個 像這個密盤打出來 在日出這個地方 就是兩個 第一個叫正應 第二個叫解查 好 那上面這個心術 我們會把它證為叫做主心 下面會把它證為叫負心 那在這個地方 老師就要非常 鄭重的跟各位 一定要去抓住 要去了解 下面的這個負心 我們都只看第一個 不管它打出來 有一個兩個 或是三個 通通都只看第一個 瞭解嗎 包括下面它寫的這個大運 密盤裡面是不是 會有這個大運 你會看見它是不是有個年齡出來了 通常來講的話 它只會寫這個像 如果是43的話 其實它前面一定已經是什麼 叫三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下面是53 都是53 作為一個大運的轉折年齡 這樣了解嗎 是不是有看到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叫大運 在八字裡面呢 每十年就轉換一次 相對的 這個大運下面也是有個復星 下面可能也只是 一個兩個或三個 一樣只看第一個 你們不要再來問我說 第二個或第三個怎麼樣 譬如說 對 因為我們這個密局裡面 如果你把第二個或第三個都刪掉的話 是不是真的就是變成八次了 密局裡面是只有一個命組加七個星數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刪掉了 這樣是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一個命組嘛對不對 那 另外有七個星數嘛 這叫八字 所以八字就是一個命組加七個星數 就是等於八字 你不要來告訴老師我說 老師啊 你幫我看一下我最近的運勢好不好 我真的命好不好 那我就問你說 你的命組是什麼 老師我的命組是假木 那你命組裡面有哪些疾心跟雄性 老師我正宅有兩個 正宅有一個 正宅有兩個 十神有兩個 然後偏宅有三個 我怎麼 才七個星數而已 跟你講一講我怎麼算一算 已經八九個了 我不是告訴你第二個第三個不要數了嗎 他說這個不是有點重要嗎 因為我看我的第二個第三個都很不錯耶 我不把它數進來我覺得蠻可惜的 對不對 有這樣算了嗎 覺得很好就把它數進來 要是什麼三觀截彩的話 就自動把它刪除是不是 就把它不要了 然後這樣算了 沒這回事 你會說只看第一個 不要再跟我問 你那第二個第三個星數代表什麼意思 通常我大概是不會回答你 所以我已經很正宗的跟你們宣布 不要去管第二個第三個 這樣了解了嗎 因為那個影響性不是很大 你這個都已經管不了了 你還去管到末梢之節去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是不是只有七個星數 那這七個星數就會告訴我們他的極跟胸 第一個這個命主是以目告訴我們這個人基本的個性 到底是屬於比較柔弱的 還是屬於比較剛講的 是好動的 還是好靜的 是固執的 還是比較柔軟 可以商量的 那他這一輩子的吉胸或虎好壞呢 就是由其他的七個星數來決定 然後再加上大運這個星數來決定 所以我常常講這四柱我把它稱為叫做四柱命局 那再加上大運這一柱進來 變成叫五柱命盤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論述一個人現在 因為他現在這個今年是48歲 所以大運是不是在這個大運裡面 我一定要把這個大運拿進來一起看 跟這個一二三四 四柱的命局同時來看 我才能夠進一步的知道說 他現在目前在這個十年裡面 他走的運似吉胸好壞是如何 因為這個大運的每十年變化一次 對這個命局的吉胸好壞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剛剛有沒有提過 他有旺衰的變化 知道嗎 旺衰的變化 最主要影響就是來自於哪裡 大運 知道嗎 這個大運的星數加進來 會很嚴重的去影響到這個命局裡面 這一些吉胸星數的旺衰變化 當旺衰變化產生變化的時候 那各位 你希望吉胸越來越旺 還是胸心越來越旺 一定是希望吉胸越來越旺 吉胸越來越旺 代表什麼 你越來走好運 可是相對的 如果你的胸心越來越旺呢 那表示什麼 表示你這個運勢裡面 你就要特別小心注意了 你就是準備要打大面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特別去注意 好